糖酥饼的做法有很多种 今天我做了颜值超高 而且香甜酥脆的糖酥饼 像这样香甜酥脆 咬一口吃掉渣的糖酥饼 你喜不喜欢吃啊 准备好面粉和我一起来学呀 300克面粉中放入3克糖 倒入180克温水 搅拌成面絮 再倒入20克食用油 和成一个水面团 盖上盖子 饧面10分钟 并取一空碗中放入150克面粉 倒入75克食用油 活成一个油面团 把油面团和水面团 分别切成等份的面积 再全部团圆 把水面团擀成一个圆饼 放上油面团 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收好忌口 再擀成一个正方形的薄饼 折三折 再次擀长擀薄 从一头卷起来 中间一分为二 看看这小层次 三勺白糖 一勺黑芝麻 一勺白芝麻 半勺面粉 搅拌均匀 调成糖馅 取一个面剂 中间按成小窝 放上糖馅 用虎口的手法 收拢忌口 按成小饼 把面剂擀成一个圆饼 放入刷油预热好的饼锅中 表面刷油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 中火烙饼 烙至一面金黄 翻烙另一面 烙至两面金黄酥脆 这个小饼就好了 视频都看到这儿了 点个小红心呗 如果你喜欢这样香甜酥脆的糖酥饼 收藏时做吧